好,又到一個星期,斬爛很快,又到星期六 贏波攻略Bubo18.net的自家製作節目 繼續有我肥鬚,另外盤王傑 其實一個星期很快,週中我和習塞Dino都給了一些歐伯外圍賽,歐伯外圍賽等等的貼士 其實有些當然會有些意外,但其實大部分估計都相當準確 另外有些最重要的重錘出擊,或者有些深水波 尤其是我覺得最棒的一場就是愛華頓那場英聯輩 上半場都5比0,代代平安 當然我們又回顧一下上個星期,就是一點點 引起大家的記憶,其實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希望大家緩醒大家的記憶 其實下個星期,我們為什麼要給這些球呢? 比如說上個星期六,我們最記得連續兩個星期 由開節目第一週開始,上個星期兩場日積的大 大阪飛腳都可以開成的,上個星期更誇張 我們對習慌7比2 另外呢,史雲斯,輕輕鬆鬆,真的搞定 拜仁又搞定 萬聯隊富咸,我們都說應該大了 還有上半都有點危,最終都是 真的被我們說中了 另外,車路士,車路士都可以了 還有有一場,尤其是我覺得,不過有些意外 因為西甲,我自己反而在星期六覺得有幾場意外波 就是埃斯賓奴,因為打小過 貝迪斯又是先領先之後,就被華力賈奴搞定了 所以,還好呢,就是那場重錘出擊 那場巴格邦迪比達對波濤基沙 波濤基沙,或者叫普通牙人爭氣,幫我搞定了 那傑仔,上星期成績不錯,今個星期我們繼續整場日積,大家先享受一下 我也是那天,你不要怪我老土,你不要怪我悶 我寧願要贏錢就不怕悶 總之我今個星期又比關於大阪飛腳的賽事 這一場就是排第七位的鳥妻沙岩對著大阪飛腳 鳥妻沙岩近期的狀況其實是OK的 這班球,老實說,你排到日積第七位都意外的 其實第七位,他人腳不是特別彪青,不是特別彪炳 但是排到第七,而且近方算是這樣 近六場有三勝兩和一負 唯一輸球就是主場輸比清水心跳 相反大阪飛腳就升上升上15位 另外近方OK的,三勝兩和一負 這場球有什麼錦囊給大家? 看近期大阪飛腳都是想過入球多 入球多 作客好,主場好都不停地攻 尤其是我都說過,他上一場對著紮房 他都可以塞兩個球 紮正說紮房真的好水 作客入球能力很低,但是都塞到球 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他們現在沒有包袱 因為你現在長長都當決賽打 現在這個階段已經當決賽打 還有還有一件事,由季初看到現在 有一件值得欣喜的就是,尤其是他們的外援 李安道似乎是上力 就是來了之後開始上力 上一場對著紮房沒有止氣化 所以之前對著名古琴瑜也進入了一個球 所以近期來說,例如李安道、佐藤房大等等主役 全部都著火 但鳥妻沙岩的主場也很硬 對,看回很多強隊都要輸,作客這隊鳥妻沙 還有他們的主場成績是12場 有七勝三和兩輔,緊兩輔,即是輸過兩場 其實這場球,你看不看好大阪飛腳贏呢? 我想贏就差點了,都是打他兩隊,打入球 其實第一回合,即是第一循環 大阪飛腳主場也開大,他輸2比3的 也有五球球交易 杰仔,你覺得這場球是否最好的投注水向 因為入球大呢? 應該也是 你說兩隊實力差不多 尤其是鳥妻沙岩主場真是挺實 但近期大阪飛腳真的入球能力很高 搏去兩隊鬥入球就好 那個盤來講,其實又不算特別辣 如果你入球大,做到兩球半、三球而已 是啊,但是升了,講講初半指數 這場球反而主隊,鳥妻沙岩是受讓 大阪飛腳作客讓平半的 上本是9-3,入球帶勢兩球半,三球大做7-7 但是到現在就,盤沒什麼怎麼動 反而入球帶勢,升了上三球,都是9-0 反而客隊讓我覺得真是混水一點 是啊,因為始終你首回合主場都輸得比這隊 而且這隊鳥妻沙岩近期真的不頑皮 對戰績,所以在主場加個大 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鳥妻沙岩現在排第七,其實降不到他 其實是沒有包袱的 我為什麼經常要追著這隊大阪飛腳 我就是因為追著他的心態 他的心態長長檔,決賽這樣打 希望打上一些護級 所以他開放式進攻 開放式進攻 大家會說,自己的鳥妻沙岩上兩場都開小 但我覺得有時候打球要配合 配合對手 當他全部攻上的時候,鳥妻沙岩是不是不懂得入球 所以我覺得可以考慮過入球大 簡單一點,你說讓評判還要大阪飛腳 我始終信心不大 我也是 要是你說讓半球 或者諾菲 我還想一下他讓評判 拗痕 我就勸大家小心一點 入球大就穩陣一點 所以這些球真的要小心為上 講講另一場賽事 我們講講英超 因為大家都知道星期六相對比較多英超 英超首先來到這一場 就是韋詩咸 韋詩咸對富咸 雙咸作戰 誰比較咸 如果你看上星期表現 似乎富咸是OK的 但是富咸的腦毛病 不是說髒話 腦毛病就是什麼呢 經常不穩定 他不可以長時間維持 其實初期對曼聯他們打得不錯 但及後國防線 始終曼聯當然 曼聯強主場的功力 最終2比3輸球 但是周中來說 他們也有一個隱患 我經常覺得富咸這群球 就是又開始現形了 阿傑仔 英聯盃對著一對 石周三 對石周三都0比1輸球 而且表現是頑皮 大家會說 很多英超球隊對著英聯盃 好像不打不緊 如果強隊來說 我就覺得很正常 但是去到富咸這些中游的球隊 還有看他排出來的陣容 他又不算很收藏 所有人 譬如杜夫 諾達列加 薛維爾 甚至後防線 漢基蘭 拜阿特等 全部在陣 我膽敢說 他都有七成的球員 在這裏 而且後備都有幾位主力 尤其是拜仁雷斯 整場球只有四次起腳 還要輸了 相對 韋斯咸 大家上個星期會比較失望 對著史雲斯 沒得打的了 那場球是沒得打的 那場球是輸得心服口服的 但是新消息 卡路爾借用 李物浦是高中鋒卡路爾借用 阿健仔對於卡路爾的救火園 或者你叫做 會不會及時雨幫到韋斯咸呢 都一定有 其實卡路爾 都是挺主等式中鋒的 只不過是李物浦不適合 其實他作用是有的 我覺得韋斯咸會挺適合他 反而韋斯咸 我自己覺得卡路爾不是說他不好 以他的能力 他的特質 坐財進用 你就不要猜地球 找他來踢 為什麼不猜地球 現在就找對 寶蓮尼那些 反而他去到全黨英式 尤其是會打得比較直接的球隊 我覺得作用很大 尤其是現在 大家會知道 韋斯咸鎮中 都有卡頓高爾 路蘭這些球隊 其實有個高中鋒開路 等於當年寶頓 路蘭如如得水 甚至後期路蘭在紐卡蘇 都跟卡路爾合作過 而且 聽到他們兩個好朋友 好像兩兄弟一樣 就是說路蘭就當他弟弟一樣看待 我想卡路爾過來 就會幫到大家 也都自己幫到自己 我相信 這場球怎麼看呢 其實你又怎麼看這場球呢 我會看好主隊 韋斯咸多一點 因為看回指數 初盤指導平手 主隊8-5 又球大小兩球半 就大106 到現在都沒怎麼動過 平手來說 我看好韋斯咸多一點 平手得到韋斯咸多一點 其實也是 主隊就順算 我經常覺得 不過大家要小心 富咸這群球又開始現形 在季初已經 可以打萬聯打得這麼好 我經常說 這群混蛋 老闆也有點狡猾 不知道真不真 不知道真不真 所以 杰仔喜歡韋斯咸 我就縮骨 我不敢比 我覺得看臨場 因為這些球 如果開得平手盤 在主場 平半都讓不起 我又有點擔心 這些球 我就覺得 大家不妨看著球 一邊看著球 一邊玩 沒所謂的 尤其是熱身的 尤其是剛剛早斷英超 你要小心一點 接著說另一場賽事 就是 德甲賽事 去到 小浩克04 對著奧格斯堡 上個星期 尤其是我們談了一場 就是 漢樂威對著小浩克 果然開大 果然開大 其實兩隊都發揮得不錯 尤其是小浩克 不過比我們都猜中了 就是說他覺得 有功力 亨特拉爾入球 賀治比入球 但是防線也是不行的 防線 似乎 漢樂威打得不錯 他先開紀錄 後來就追回 相對奧格斯堡 這對奧格斯堡 似乎說得很雞 這對奧格斯堡 只是一般的 把握能力跟上屆好像差不多 因為上屆他們最大的問題 就是入球能力 十六次起腳 四次中籠 上一場 對著德蘇多夫 一球球入不了 還要0比2輸 你有沒有信心 這場是小浩克的主場 當然是小浩克 上場 其實大家都知道小浩克也是主場球 是小浩克 作客 對著地膽 看諾威 主場很厲害 都不輸 還要拿了兩個入球 我想這次回到主場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是啊 因為其實他的陣容 都相對定的 其實和大致上 上季 會比較定的 尤其是大家會踢下組的主力 好像亨特拉爾 今年跟瑪莉卡 比較多 但當然 上個星期 我跟大家說過 魯爾走了 當然要有一個適應期 但現在中場方面 賀自比已經擔正了 還有德斯 這兩個年青的中場 是相當不錯 還有一個就是 利華古遜過來的 瑞士國的巴黎達 巴黎達 其實這個球員 不需要多時間適應 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利華古遜 在德甲賺食 上一場都後備入題 其實我相信他接下來 多機會打正選 另外後備前鋒方面 也有佩基芬蘭的前鋒 還有伊道 也是巴西不錯的前鋒 所以讓球有沒有問題 主場是要讓的 沒有問題 讓得挺辣的 初盤一球球半 小黑洋八五水 入球大勢三球 到現在盤和水都沒有怎麼動 OK 你自己覺得上盤是否穩陣 這個盤是挺正路 沒什麼困惑的東西 就是一球球半 是挺正路的 但是大呢 你看不懂得很開大呢 其實 但我不看好 正如你所說 看下隊那隊球 好像奧格斯寶 近期不懂得入球 是啊 我真的怕奧格斯寶 不懂得入球 我不是怕 我絕對不是怕 小黑進不了球 看好像只有小黑入球 怕他又未必能入球 但只看一球球半 我覺得就 看好小黑贏的球 看小黑一球球半 我自己覺得 沒問題 完全 奧格斯寶太弱 尤其是去年見過他 入球能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接著又轉戰櫻超 我們又回到櫻超 因為一輪的櫻超 先講講 這支叫英 愛隊 這支愛隊之餘 是英超的巴賽 其實 我想大家很多朋友 都沒有留意這班球的 覺得這些比賽 同時間我都沒什麼看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一定要留意呢 其實我在另一個節目 都有跟大家聊過這隊 其實因為米高路大臣接獎之後 其實看了兩場 尤其是看了這兩場 是發覺他們的理念 完全是巴賽一個同樣的模式 當然 你記得米高路大臣當年 自己已經好球 再者的時候 巴賽就受到 高魯夫的分圖 他現在的模式 猜球 是純粹完全是巴賽一樣 曾經 在英國 就是他的highlight節目 他在分析 他在分析 他試過有一個攻勢 是猜超過四十腳 韋斯咸 球皮都拿不到 就是好像玩對方猜中 他有人有道好的 去不到 他猜橫 他就轉向 轉不開又回後 又來過 很有耐性 還有球員的特質 正如米高路大臣自己說過 就是這班球員的位根 或者足球智慧相當高 尤其是之前兩屆 已經被羅渣士一路分圖 就是猜球用球 猜球用球 大家看到利物浦現在也是 所以他覺得很容易上手 再加上米祖和哲高這兩個球員加盟之後 就更加如得水 不過 爭兵沒完沒了 其實他周中 已經又打了一場的聯賽盃 新球員 記成容 記成容 大家都知道 南韓國腳相當好球員 他都已經開始上陣了 所以這班球 其實板凳的深度 是越來越厲害 傑仔另外 對手 看回新特蘭 反而死氣沉沉 我覺得 當然 他的防守 是做得好的 對著阿仙奴 不用輸球 但是上個禮拜聯賽 他就休息了 一般般 我不說他太差 英聯盃對著莫里甘比 都順利贏 2比0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大考驗的 對著這隊 那怎麼看 會不會 覺得史雲斯 還可以繼續 臨庄 史雲斯 繼續 因為始終 太順了 還有他們主場 也是特別 厲害 看回指數 又不是多 初盤也是讓平半 入球大小 兩球半 到現在 反而入球大小 是縮了一些 下到兩球兩球半 盤也是讓平半 他反而看不好入球多 對 因為看回新特蘭 因為可能 每個人的錯覺就是 守禍了阿仙奴 是 即是這段球賽是守的 即是覺得他可以守 是的 但是你又反過來想 是阿仙奴自己計 是很多機會 對阿仙奴 很多機會 基路特對龍門口 那十碼八碼都可以 連籠都不中 嚇得人害怕 現在 新特蘭當然打得OK 如果以他來說 但是 喂 你又不可以抹殺 真的是阿仙奴自己 差 其實你看回上個禮拜 除了聯賽之外 其實史雲斯 周中 輕寮淡舌 聯賽杯對著班士利 都是3比1 贏球 甚至後備前鋒的 勞基摩亞 梅開爾道 還有格拉咸 也是入球 所以現在看到 是真的 除了我說的兩個球員 基成庸 迪古斯文 這兩個球員 都是來 我相信米古羅特 會有很多重用的球員 其實所以現在 以這樣的看法來講 爭兵停不了 現在其實 搞著搞著 史雲斯 我覺得變成中型班 開始 即是已經可以 跡身中前列的 如果這樣的走勢 楊明媛 杰仔 覺得史雲斯可以林莊 林莊 還有 台灣的入球大勢 兩球兩球判 我覺得還好 縮了 還覺得 容易開大 其實是的 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每個人都打算開小 兩體 真的兩體 其實甚至這樣 臨場看看 等那個兩球兩球半 再跌下 然後落墨 非常好 兩球 兩球都沒有 真的很難 如果以史雲斯猜得那麼順 功力 尤其是米組 相當 正式的 尤其是腳封相當順 好 講一下另一場英超 唉 這隊 往往經常令人失望的球隊 究竟 是他們真的不行 還是什麼事 熱刺 對著樂育治 上個星期 真是 不好意思 口臭 講中了 西部朗這班球 真的 有些了解 這班球 這班球真的挺硬的 作客熱刺 西部朗也可以拿到13次起腳 當然熱刺其實是一面倒優勢 踢得相當不錯 但是又是那個老毛病 就是那個防線 尤其是輸的那個球 在保時階段 解圍解來解去都踢不到 其實以你專業的角度 多熱刺的後防 這麼多年 不是說一年兩年 好像這二十年 那些後防還沒好過 是不是因為他崇尚進攻 經常踢得好看那種感覺 會啊 看回他們其實 那條後防其實挺大壓力的 因為他們那一段中前上壓得很遲 我看回每次輸很多球 都是由進攻不到回來輸的 還有看回他們都幾 像你說的幾重用技術性球員 他們說不會隨便打腳的 他們後防都要開始 要拿著波子進攻的 所以有一樣不好 英國波子中 技術不是不好 但是有些適當時候 要是大腳勾銷就要的 但是他們都沒有做到 所以唯一 後防不穩就是這樣 沒有的 你從何道那一年到二三十年前 已經到今天都是這樣的 他們要贏得好看 那現在你看到中場的配置 沒有了帕加在那裡 即是傷了 那你只剩下一個新道路在那裡 其他呢 你說摩亞這個年輕球員 你就不能記望太多 反而就很重用 好像阿杰仔所說 雲達華治 巴爾連龍 你帶了這些全部進攻球員 即是你說防守 巴爾都可能OK 但是你始終對那個防線 那個受壓程度是相當大 其實那個波子輸 也是一個混戰而已 對方是大腳斬來斬去 然後就踢回中間 這樣就全空了 那相對 講到對手 就是駱蠅智 其實駱蠅智 就似乎一般般 我自己覺得 駱蠅智 那其實 有沒有信心啊 阿杰仔 你覺得這場會不會 熱刺可以贏回一場 贏吧 因為對手 駱蠅智也是 其實他們挺好彩 季初 其實熱刺對那些對手 全部都不是很厲害的 那這場 真是當給多次機會 你贏回一場 對 真的 老實說 你駱蠅智上仗 就算在主場來說 他們都是一比一 只是賽禍 昆士跑浪 其實那場球 攻勢也是比較多的 但是駱蠅智始終也是 那句 門前把能力相對差一點 他們的前線 那個檔前 不算特別高的 這場球 所以駱蠅 老實說 他就是底妝 他就這麼多了 見底了 沒什麼秘密 那問題是你熱刺自己贏不贏得 那 看看初盤指數 熱刺一樣 一球球盤75 入球大小 三球做8-5 到現在就沒什麼動動 都是這樣 即是上盤 上盤 因為我覺得這場 艾迪巴約應該要踢 對 艾迪巴約可以出就差很遠 應該要踢了這場球 拍分他的隊友 迪科爾 剛剛有續約 這場球 多一回艾迪巴約 我覺得差很遠 最終剛剛也簽了一個新球員 在萬聯手中 搶了比利時的中場 單比利也能夠幫助 因為單比利沒有問題 在庫岸能夠踢得相當好 上一場對萬聯也能夠踢得相當好 所以他們最終搶了回來 我也希望熱刺班 可以打前一點 以及打好一點 其實有很多球迷 以及踢得好看 也希望幫大家 不只好看要好吃 那就贏錢 還有一個優勢 因為內志 始終也有踢英聯盃 變了熱刺以日代勞 可以休息多一點 然後繼續英超 就是西暴朗對愛華盾 西暴朗剛才也說過 這群球都頗硬 今年真的打得不錯 周中喜英聯盃 作客情況下 都能夠興取對手 4比2能夠贏伊奧華 其實他們上仗對熱刺 其實打得不錯 尤其是這群球 其實沒有包袱 有些球員 相對在這裡踢就可能會好 甚至由車路士借過去的 盧卡古 盧卡古 這個就是比利時國腳 簽了去年 整季都坐冷板 甚至完全沒有什麼機會 反而借過來 我反而覺得他 也有些幫助 以及會踢得放些 盡情表現自己 相對西暴朗比較定的 其實班底也很定 大致上的主力 都適數在陣 大記仔 這場球對著你愛隊 近期應該是愛隊 愛華頓 上星期很輕鬆的 輕描打掌 3比0 對著維拉 帶愛華頓 始終作客 其實也是一試試 幾海鮮球 這場球 現在看回初盤 平手的 西暴朗850 有個帶小2球盤108 但到現在西暴朗 反而受讓 受讓到平半百兩水 反而入球大小 又降了兩球 兩球半做八的大 如果讓球 讓球你就害怕 我喜歡西暴朗 喜歡西暴朗 因為西暴朗 其實主場 第一循環 今季第一場球 大勝利物圈3比0 雖然對方有紅牌 但你也有能力 他自己打得好 完全打得好 還有上一場 不要算過聯賽杯 作客最後和了二次 我覺得士氣都頗有幫助 反而這場我也是和阿傑仔看法相似的 我覺得愛華頓當然好 愛華頓其實也是OK的 但始終有隱憂 就是有時候 可能阿傑仔用清楚 你做教練 你很怕格吃格的球隊 這些格跟自己一模一樣 你說對著強隊他不怕 我真的對萬聯 例如阿仙奴 我反而不擔心 他就OK的 他現在對著同樣類似風格 西暴朗 你以為不踢到爛仔球 一樣爛仔 爛仔比你都可以 而且比堅強 球員都踢硬仗 變成格吃格的情況下 或者大家和風格的情況下 困起來 我反而覺得 其實這場有機會是和球 來的 所以和球 正如阿傑仔所說 你讓球的隊伍不著數 那入球大小呢 現在的入球大小是跌了一半 跌了兩球半 那是不是看好入球小呢 我又不是這樣覺得 又不是 這兩隊都挺神經質的 要不就不入 要不就不停入 所以我反而不想大小 我想都是受讓那一隊 要西暴朗 那我就意見 如果阿傑仔那個我都很贊成 受讓那一隊比較好 但是你說如果算入球大小呢 我自己覺得 倒不如又是那種方法 你兩球兩球半 你不就等一會 我看清楚 看大家順不順 那你看十多二十分鐘 你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什麼都看得到 那他跌到兩球 那你就值得玩了 這些球 因為每個人其實很多時候 在動的時候 看著入球小 就是拼命拆勢 那你很快就跌了一半 那你兩球球 我覺得這兩隊沒理由 真的兩球球都進不了 其實西暴朗真的打得不錯 我姑且當利物浦 就算那一場不打小過 其實 是不是利物浦也有機會可以追和 或者贏 其實那一場球都很難的 所以這場球 聽完傑仔所說 先捧受讓 然後再去想一想 入球勢 我覺得走地玩得好一點 好 這個時間每個星期都有 或者每集都有的環節 好了 又到重錘出擊的時間 其實重錘出擊 不停都為大家帶來一些 相當不錯的比賽 先來一場 其實就是巴西球 大家不要說 我們肥叔獨孤一味 有巴西 有時候不是的 我希望這個位置 有些把握一些 還有當然有些賽事 都拿了出來商量 所以變成了 我就不再重覆了 先來一場 廢古倫斯 對著庫明尼斯 廢古倫斯 現在暫時繼續 相當好成績 繼續在巴甲的榜尾位置 相反 別人都是斯 你也是斯 庫明尼斯排第二 庫明尼斯近期相當不錯 其實剛剛在周中 作客能夠贏華斯高 是相當厲害的 這場是打比戰 而且華斯高 今年大家都記得 相當不錯的成績 庫明尼斯也是 其實近期 不知道什麼叫輸球 上一次數到輸球 已經是7月26日 作客輸給金美奧0比1 其實接連已經七場球 沒輸過 而且面對很多對手 聖寶羅、彭美拉斯等等 都可以贏 甚至主場都和了 暫時綁手球隊的明尼盧 注意廢古倫斯繼續沉淪 剛剛周中那場 其實作客紐迪高 不容易踢 最終2比3輸球 當然他上一仗 能夠在主場贏哥列迪巴 大家以為 很厲害 我告訴大家 是假的 不要相信 因為那場球 哥列迪巴整場變得很頑 而且防線是漏漏漏 再加上打少過 所以最終1比3輸球 是否特別 廢古倫斯打得好 小弟不覺得是 再加上之前 甚至在主場對著 哥亞尼恩斯等等 其實根本只是和球 近期來說 這班球根本 是沒有能力去相線作戰 最終在南美球會盃 最終要這樣踢 變成賽程很密 這場球 不用問阿貴 聽到我這樣說 當然是捧富明尼斯 我自己覺得富明尼斯 近期的狀態好 而且陣中 譬如有些好的球員 尤其是前線的首席射手 廢特 五角五角 他已經入了10個球 這個巴西中風 雖然技術不算特別出眾 亦都不是傳統型 那種巴西的風格 但是我覺得這個球員 是實用的 尤其是巴甲來講 是相當不錯 再加上中場的迪高 和泰高尼維斯等等 所以 富明尼斯 是我今天 即是星期六 今集的 重翠出擊的選擇 阿貴仔 應該一頭一尾 沒得踢 我想沒得踢 沒得踢 有些巴甲 其實 實力差距比較大 接著繼續櫻超 因為其實星期六 都很多櫻超 這隊蟑螂球隊 你真的不得不服他 我經常覺得一隊富銜 古怪的 阿貴仔 你覺不覺韋根也是古怪的 上一場大家會看好主隊 但是他又厲害 他又贏給你看 你覺不覺得 其實韋根古怪的 今天兩隊都是這樣的 這場球 韋根和史篤城都是這樣的 都是古怪的 都是看好的時候 他不贏 不看好的時候 但是韋根受養的強隊 他又走去和了 或者贏 是啊 這兩隊都很頭痛 很難搞的 你看到韋根上個星期 大家會說韋斯涵打得這麼好 對曼城 應該有料到 OK啦 誰不知 韋根其實整個攻勢 不會輸蝕得過修咸頓 修咸頓整場十六次起腳 但是韋根也有十三次起腳 而且韋根這班球 我真的覺得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近期打多了突擊 變成他簽了一個 科羅迪亞的國腳 A高尼回來 其實這個球員 大家不會陌生 在尼雲特、阿西維爾 都看過他表演 又快 這個球員是OK的 再加上另一個阿根城前鋒 就是前車路士的氣象 迪生道 迪生道也有入球 所以其實都相當好 周中還要作一下櫻冠的時候 對著諾鐵岩森林 四比一贏球 很輕鬆地贏球 後期都少打過後期 但是那個已經意義不大 都贏了四比一 這場球其實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史督城又很奇怪 在英聯盃主場可以三比四 史雲頓 引證了你說的話 那場球 大家不要以為又是史督城 又不想踢 我告訴大家 全隊齊人 連麗利 簡偉恩中司 謝諾美 甚至後備入替和達斯 高智都入替的 全部中後場是正選 問題在哪裡 你覺得 為什麼他又可以和 他經常被阿仙奴那場球拖垮了呢 我自己覺得 他之前那場球 對阿仙奴和零比零 會不會有時制 他能夠和到阿仙奴戰 對著藥隊 反而他主攻又不著數 還有心態 雖然你說是全隊 但是球員都會識分 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 你說去不去到盡 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他可能覺得這些聯賽盃 我是踢正選 但可能我出六成利七成利 都不出奇 如果你提外話 你覺得有些教練 反而應該很清楚 是不是擺明英聯盃 我派副選 就副選 就好像愛華頓那樣 反而那些副選 就去盡 弄五比的人給你看 是不是反而這樣好些呢 都會的 有我覺得 就好像愛華頓那樣 下些副選 他都拚命了 反而你還能收到效果 反而你下些正選 他想著 我都是英超才拚命 反效果更差 是啊 其實所以有時候 我也沒有不著頭腦 我不是說佩利斯的領隊不好 但是譬如你 如果你預計 你史督城 根本這些叫做競爭對手 就是護級競爭對手 你的位跟 是六分球來的 你反而對曼聯 其實你輸了都沒有人罵你 對的嘛 你是預計了輸三分來踢的嘛 但是有時候就是 所以你沒什麼頭腦了 那賢夏 知道這場回主場 你又對韋根 是不是信心大些呢 是啊 我喜歡韋根 喜歡韋根 始終我由台到尾 我覺得史督城是主場球 作客真的很差 很普通 不要說差 看回韋根也是主場球 還有 你所說 作客收銀頓都贏到 聯賽杯不算 對手太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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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的 如果說回史督城 他是獨孤一尾 大家都知道 要是找大立 但現在大立可以退役了 我不是說他退役了 他有後繼之人 現在呢 史督城有一個 叫素頓的後防球員 其實上季開始崛起 開始被多球踢 就是因為他被手榴彈厲害 所以有時候大立 扔了這麼多年都會有傷病 停賽等等 所以都要找素頓來幫忙 所以其實 這班球 所以我就覺得 時好時壞 就像阿傑姐所說的 他對強隊受讓多 我就要他了 反而對弱隊 他們讓球的情況下 反而真的有時候 不太上算 而且一樣 評判OK 其實有沒有落飛的跡象呢 看回初盤指數 韋根讓評判10幾 入球大小兩球兩球半 都是大數10幾 看回現在是 盤 讓評判跌了少少 落到九嶺 接受到一下 看回盤和賠率 我喜歡韋根多一點 喜歡韋根多一點 入球大小中位數 一開就已經兩球兩球半 是啊 沒有動過 看好入球不多 正常兩班球都是 找手突擊踢法的 就是遇到大家 入球不多 反而都是上盤好處一點 讓評判而已 評判又不是什麼 始終韋根順一點 每次贏都收藏不順 回去主場應該好很多 應該OK 試試好很多 你平心而論 他第一周對著車路士 其實他真的打得不頑 當然你說車路士放軟手腳 後期被他攻 但起碼他都打出他應有的水平 而且我自己覺得 經過這幾屆 調整 例如領地馬天尼斯 我想對著中下游 反而是有點把握 我自己也有信心 對於這班球 先講講另一場賽事 這場賽事先 這場賽事先到法隔 大家覺得遺忘了法隔 是否法隔不好 當然不是 我們有時候選擇的法隔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要不選 要不選 就通常都會中 尤其是波爾多 近期 馬賽 都相當不錯的戰績 這場賽事先來一場 大家可能覺得 是不是差了 遺忘了他 不是的 李昂將會出戰華倫西欣斯 李昂其實 近期 李昂其實 上個星期 贏球 也是大炒對手 也是相當輕鬆的 其實前一周 上一周 作客伊維欣和球 其實作客伊維欣和球 是不是差呢 不差 我告訴大家 其實我上一屆已經一直跟大家說 伊維欣這番球一定要留意 為什麼呢 他們主場突出 第一 第二 地理位置 相對於法國來說 大家作客會比較困難 第二 他們的進攻異辱 理念相當強 所以 如果適合路數 踢順了 你不妨追著他 他就可以了 他就是法國版的大板飛腳 他不理會贏輸 主客都攻 他就不理會 這些心態 這些球就抵捧了 另外 就還生斯 還生斯 其實現在都比較令人意外 他排在第三位 三場球兩勝一和 不過大家當然會覺得這些是海鮮球 當然他當然盡力搶分 上星期主場贏阿瑟斯奧 也是二條中線 因為阿瑟斯奧不太會作客 相對法國球 阿傑仔 可能你也了解 主客相差很遠很遠 這些表現 對 可以搬入兩隊 對 甚至強隊搬入兩隊 巴黎聖日門都可以搬入兩隊 不要說其他 那 阿瑟斯奧還有一支是科西加島的球隊 他和巴斯蒂亞 就是另一支球隊 變成他一作客 就差點共地 還要上仗打少過 很早已經打少過 38分鐘 大敗是意料中事 所以變成大家不要看太重 相反 其實我反而覺得 李昂經過一兩年 其實平淡了 因為其實沒有錢 大家看到他那個增兵上 其實主要都是用回自己的年輕球員 或者是很輕微的收購 但是現在班底當然有些球員走了 比如前面 有利申道路比斯 巴欣特 高美斯 甚至巴西 巴西的中場 我覺得其實是 李昂留不到他的 接下來就是巴斯圖斯 上一仗對著 伊維恩入球 但是之前這個球員也挺健康的 所以回到主場 我相信李昂 因為其實現在 你看回李昂入球能力都很強 其實三場球入六個球 而且巴斯圖斯有兩球 高美斯有兩球 哥古夫也有入球 李辛道路比斯入球 兒仔 應該都是主隊嗎 都是 其實本來就不是那麼多人看好 李昂 因為看回初盤 李昂讓一球 108 入球大小兩球半 九幾 反而現在縮了 下半一而已 8-3 入球大小 沒什麼怎麼動 都是兩球半 我喜歡逆思維 李昂半一 反而我現在反而覺得更值得 還要 李昂一球 我都想想想想想 先想想想想 剛剛贏球輸款一比零那一比一那一 反而他這樣我就不怕他了 你想想李昂上屆已經很頑固 他都可以主場瘋四比一 其實我不擔心李昂在主場 我自己對李昂也不是一些偏見 還是對他有些信心 至少在主場 例如你看他8月18日 對特魯雅 那場我簡直有現場看完整場 你看過程上換場就害怕 但其實沒有 禁止打一面多攻勢 最終4比1贏特魯雅 其實特魯雅和華倫森斯是同級球隊 其實法格已經很清楚了 最強的2、3隊 中有3、4隊 其他尾的就亂了 是那一隊說得逐點 叫做糖水滾糖魚那一班 所以其實沒問題 半一 他回了飛 我還有信心 那麼入球大小呢 這場有沒有信心大呢 我覺得也有機會 因為看兩球半 李昂那些也是不收的 去得好 他又可以進入 又可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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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還西恩斯 也有什麼能力 第一場作客也贏得特魯雅 證明作客也會進入 兩球半 你說忍一忍 縮一縮才想 也可以 入球大 上盤先 上盤受損 入球大也可以考慮一下 接下來是西甲賽事 薩拉哥薩對著馬拉格 薩拉哥薩也打了我的嘴巴 上個星期去作客贏球 當然那場球的過程 其實是一個轉捩點 就是當艾斯賓奴犯了一個手球 輸過12碼之後 還要紅牌被逐 在下半場初段 輸過12碼 紅牌被逐 薩拉哥薩沒什麼輸 只要11個 跟他鬥功 跟他鬥功之下的結果 就是最終在尾段被普斯迪加搞定了 當然這件事是不是代表薩拉哥薩的實力 我只能說可以反映他的狀態不錯 也是他的心態不錯 但實力不用說了 底庄跟去年的分別不大 相反馬拉加 這班球 你看低他 他是OK的 近期周中那場我們猜中了 就是對著彭拉典奈高斯作客 因為他本身拿著兩球球去搜 我和習泰迪奈奈都說 太小了 彭拉典奈高斯也沒有了 馬拉加作客也搜到 這班球 真的搜到 他真的是0比0 那場的攻勢大家都不多 上個星期聯賽對著馬拉加 其實攻勢他們也是多 但反而是先失球 最終又是靠一個年青小火子 又是很年輕的桑美 桑美入球 18歲了 他很厲害 他現在入了兩個球 一個是十六歲 一個是十八歲 反而起出望外 這場傑仔你有什麼想法呢 其實覺得曬哥薩會不會趁主場贏 但主場上一次又輸給華拉典奈 你又催他不上 這場我看過很小 我覺得入球不多 但你覺得入球不多 因為始終剛剛馬拉加作客完 一個歐聯的附加賽 始終去完 是啊 體力有點影響 而且你看到今屆 被人看淡之下 往往好 這場球其實指數就是平手 我又有一點擔憂 正如傑仔所說 因為始終你們是馬拉加 其實某程度上的心 就去了星期三那場的彭賴典奈高師 因為他根本就一定要入歐聯 他不入歐聯 歐聯差很遠 他現在起碼都入了分組賽 你不要管他出不出到線 起碼要帶回一兩千萬歐羅 你現在分組賽再加上收益所有的東西 你起碼都有一兩千萬歐羅落袋 他差很遠 老闆山水喉又說財困 現在起碼都解困了 早前還拖糧 有些數還沒找 所以我覺得馬拉加 不過有一樣東西是真的 我們沒有看錯的 就是馬拉加的防守能力是OK的 起碼你看到他對著彭賴典奈高師 他完全沒有失球 另外他之前其實都是小交收的 不是大手交易那種 我相信這場球交收都不會多 哪怕最終馬拉加都會贏 可能都是一球起的 我覺得 還有勢都落飛 有信心 應該都 這些飛就OK的 正常 對 正常 所以我覺得這場球都不用想了 如果你說贏輸我就覺得無謂了 其實都是五球來的 即是五十五十 這些球 反而入球勢就比較尚算 好 接著轉回英超 又說一下這隊球究竟怎麼厲害 萬成對著坤士柏流浪 季初來說 萬成很簡單 有一個體驗到就是他又可以入球 又可以失球 又可以 長長開大 上個星期其實 潔仔 他對利物浦 和球 是利物浦自己兩次的防守錯誤 尤其是那個球基利 有什麼理由那個球 把自己的禁區 這些就不夠經驗了 給你都向橫清或底線清 斯基泰爾就很明顯 那個球你很難怪他 即是斯基泰爾 現在就履行了羅渣士的想法 不要浪費球 你以前斯基泰爾還不帶腳 勾了上去嗎 好了 不要緊 萬成 所以其實最終最好是虛成平手 死不斷氣 但是其實 是不是有一面倒呢 其實潔仔你覺得這場球 軍事白鱼狼始終會 你說英聯盃那些我都抹了他 這些對手太弱了 上個星期作客和 這個羅逆志 對著這個小雲斯 即是大敗0比5 那你又覺得這場會不會又大敗呢 都不奇怪 因為萬成我覺得 真的回到主場 就 空力真的很厲害 我想文仙妮都吸收了界訓 在這兩場球失了四球球 我想這場不會再這麼大意 對 你再加上社區盾 他根本是場場開大 對 而且始終軍事白鱼狼 真的也是 雖然今季增了很多兵 但是 他還在討厭 連巴西門將 早就撕殺又簽回來 他還在簽幾個人 借用又有 簽又有 但是就看回指數 現在因為初本指數都比較多 讓到兩球94 萬成 右球大小三球三球半七幾 到現在 都是兩球 萬成仰兩球一零幾 入球大小還升到三球半 去到大的做96 你覺不覺有些瘋狂呢 讓兩球 因為看回萬成 像你說的近這幾場 長長大的 起碼四五球 我不如要打 如果這樣 但是我怕坤士白鱼 入不了球 因為做一下 看回他上季做一下 成績 真的很差 雖然今年是賺了很多人 但是萬成 我想雲仙尼 吸收了教訓 應該是後防 應該要穩陣一點 應該穩陣一點 但是我都看過萬成贏的 但是你說過盤去到兩球 我覺得辛苦一點 縮一縮 對 真的辛苦一點 你說贏兩球 我覺得可以 但是都沒有玩過 不如讓他變一變 先等一等 因為其實 坤士白鱼郎那群球 正如傑仔所說 他的排面就很漂亮 哇 簽很多人 但是 都要時間磨合 你怎麼好人腳都 還有有一種感覺 給我就是坤士白鱼郎 現在的曉事在這裡花錢 不要緊 你借人不要緊 但是問題就像一種 好像剛剛那些星班馬 通常就是 哇 我們的陣容不夠 不如買這個 買那個 買那個 現在正正就好像那種感覺 這種 我不敢說我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大部分的觀察 傳統英式領隊 就是最喜歡做這件事的 但是當然近年的 由於經濟環境差了 另外現在有一些領隊 跟本地層 都叫做面對現實 平常心 你看到修咸隊 會不會大手買幾千萬磅 不會的 你看到諾域智也好 就算上街 他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都覺得 我底裝打 我行就行 不行就回去 我代了幾千萬英鎊 我就回去 沒所謂 反而 其實我覺得坤士白鱼郎 當然坤士白鱼郎 還有一些老闆 就是那個老闆挺硬正的 背脊挺硬正的 就是想搞大那種心態 因為其實我跟著這班球 很多年 尤其是在英冠當年 那個鋼鐵大王買了之後 意大利那邊 Formula 1的老闆 買了之後 其實看著他想搞想搞 讓他抓到一個機會上來 上來他就想搞好他 當然他又不是揮霍無盜 但是真的似乎那個 新球員太多了 我都不太樂觀 那杰仔建議跌到什麼盤 你去參與呢 如果你覺得 縮一點點 你說捱著 球盤兩球 我覺得都會看過萬成的 都會看過萬成 因為坤士白鱼郎 買得太急了 我覺得要適應期 可能踢了十場八場 我覺得坤士白鱼郎 一定不會有這樣的成績 但是季初我想擔心一點 是啊 我也擔心 不是啊 我最擔心大家河包 擔心 他贏宵他過不過班 就不關我事 我又不是他的死忠 但是我反而擔心大家河包 所以這些球 如果你有走地 那些票又重 你變成這些球 又聚了一些票 其實反而真的 慢慢再看清楚 你說入球大 不要緊的 我覺得又先跌一下 三球半就跌一下 等他跌到三球 或者兩球半三球再想想 因為其實我也有種意識 就是究竟萬城可不可以 真是很早可以開到紀錄 這個有兩體 但反而跌一跌 然後才落墨個大 就比較好 接著有轉戰西甲賽事 西甲貴初 不知是否很難捉摸 其實反而有幾隊 升上馬 反而不看好的 或者一般的球隊 全部打得不錯 先講講這場 就是拉科魯尼亞 對著基達菲 拉科魯尼亞 跌眼鏡 第一場 看著他對奧薩薩 打得不好 上半場被對手按住 最終埋單贏 而且上一場 迫和了 華倫西亞 真的跌了兩副眼鏡 連續兩個星期 因為那場球 當然大家會說有一個問題球 就是說有越位 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你整場 其實華倫西亞的攻勢 和拉科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都十三次起腳 如果計算中籠 拉科還要八次中籠 相反 後期因為華倫西亞 75分鐘打少過 尼卡奧哥斯達同牌被逐 輸了12碼 如果是你最後的15分鐘 其實你真的很幸運 他多踢5分鐘都會輸了 拉科打得相當好 這場球 然後另外的對手更厲害 我們以為王家瑪德里 都能夠贏了吧 好像巴塞那樣 敏敏水贏奧莎 誰知道最終一比二輸給基達菲 所以基達菲這番球 往往又是令人捉摸不到 其實基達菲上屆打得很頑皮 但是那場看著他對王馬 一來王馬打得不好 二來狀態不好 二來基達菲自己打得好 其實就相當不錯 阿杰仔這場西甲你怎麼看呢 因為兩隊其實都是中游球隊 或者叫中下游 或者中游 你怎麼看呢 這場球 這場真是看不通 真是挺難選 但是那些盤會不會有些端危呢 盤就正常的了 早盤就讓評判八幾 入球大小兩個兩個半 大做九六 到現在就沒什麼怎麼變 盤和水都是這樣 那你如果說銀旗的賽職各樣東西 都是看好拉科 始終主場 主場真的好一點 不論在上屆降落西月 或者早一屆在西甲 都是主場出色一點 那入球大小呢 另一個路向你覺得 會不會這場球是小還是大會容易些呢 其實 如果回看就小多了 因為基達菲或者叫加泰 作客他都是死手的 是 他不會怎麼跟你搶攻的 他每天回主場才搶攻的那些球 那我覺得拉科 路利亞這場有機會小勝 我另一個想法 不知道最終那個 預計的情況是不是這樣 我都有觀察過這兩班球 尤其是拉科 都是體能好的時候沒有問題 他都是跟你守著 握著大家 會僵持著 尤其是對奧薩薩拿一樣 但是當下半場 可能改變戰術 或者體能開始下降 其實那時候才落墨大 我真的覺得這場球 也有類似的狀況 正如傑仔所說 基達菲一定會先守 先守了 不會輸給你 大家在體能狀況相當好的時候 或者大家都OK的時候 正常的上半場沒有什麼交收 好了 你現在兩球兩球半 過了四十五分鐘之後 隨時一球一球半 那時候才落墨才是好 我覺得這場球隨時有和球 也不一定 可能大家都要入一球 我覺得是類似的版本 當然你說到時不是這樣 當然不是打破了 但我自己覺得 我預計這兩球都是那種感覺 就是先守好 上半場大家不失球 然後慢慢下半場 大家的體能下降 還有會進取一些 還有基達菲有一種好處 就是他守得來 這球的突擊能力相當強 他的突擊能力 大家會看到 對西維爾也能入到一球 甚至如果看回那場對西維爾 他們下半場是比西維爾還好 幾乎追回平手 有機會追回平手 所以這場球 我自己覺得 倒不如這樣想 就是 如果大家對上下盤沒有感覺 或者沒有顯示 不如看觀看 如果他臨場真的0比0 下半場就不要理會 一球球半 或者什麼都大 嘗試一下 接著也去另一場賽事 這場真的厲害了 AC米蘭 作客對著博洛尼亞 博洛尼亞 上一周作客對著基爾和和切和 我也不明白這群博洛尼亞打什麼 究竟表現相當低沉 整場球只有四次起腳 完全沒有攻勢 切和當然 基爾和主場的能力是高一點 但是今年來說 如果看回人腳上 波羅尼亞 是不是每年都這麼幸運 可以保住耳甲的席位 你真的要靠前面那兩個球員 我現在最擔憂 就是這兩個球員 若然有什麼狀態不好 或者傷病 就是亞基亞費斯卡 這個也是前U21意大利的國腳 另外迪亞文迪 迪亞文迪這個球員相當好 但是 他可不可以一個人獨領封數呢 這件事我就真是一大問號 所以其實博洛尼亞這群球 當然每年都說他死不去 但是 今年這樣的表現又如何呢 其實在AC上一場很頑皮 主場輸 你可以說他是六四 六四球 七三球 一場球 二十三次起腳 七次中籠 沒有一個入球 怎麼搞呢 究竟AC米蘭 上一場排出什麼陣容呢 這群球員 這群球員走 又有誰呢 帕圖又傷 其實呢 你AC米蘭買人的時候 當然最新消息 說他簽了保贊卻機制 在羅馬借回來 究竟AC 因為現在AC的問題在哪裡呢 他前面有羅賓奴 他前面有埃及小王子 叫做埃沙拉維 也是一個不錯有潛質的球員 但是呢 阿騎仔沒有了一個可以入球的球員 以前有伊巴莫 以前有恩沙基 你現在有誰呢 沒有的 你現在就要簽了保贊卻機制 保贊卻機制 即極其量是一個不錯的第二前鋒 我自己覺得 身形又不是衝刺型 小小套 我大隻比他 那你怎樣可以搞到呢 我真的不明白 AC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旗運保定 我不是說這個球員不好 但是當你要用他做中場重心 打兩個前鋒在後面的時候 那個位置就不太適合他 阿騎仔你覺得 AC是不是很不樂觀呢 其實如果這樣打下去 看拍新來吧 剛剛國米轉會過去 因為我想他也是買回來 是頂替 伊巴莫維 你說不同類型當然不同 拍新來都是靠人配合那些 是呀 跟這班國米自己打人匹馬去的 看看保贊 我覺得保贊 雖然身形瘦術一些 但是他周圍走 我覺得也有一定威力的 還有就是要時間磨合 剛剛去到拍新來或者保贊 來到都不夠兩個星期 你說要他們馬上交出功課 我想就難一些 因為拍新來其實上一仗都是後備 入梯而已 正如阿騎仔所說 你是不是可以一個球員 這麼快 雖然他說他在衣甲打了這麼多年 但是 是不是一來就可以交到功課呢 似乎他下半場入梯之後 AC的攻勢是旺盛了 但始終你說欠運也好 或者其實把握能力也好 心多利亞也守得OK 所以說回正題 那這場球你看好哪一隊呢 那我看好 都是看回AC 始終波尼亞其實 雖然說主場 但是真的差一點和AC的級數 這場球和看回初盤指數 早盤 波尼亞受養半球 9 入球帶小兩球兩球半 大做8-5 看回現在也是 縮了盤 AC讓平半 上盤做加1 入球帶小 沒什麼變 都是兩球兩球半 如果你說縮回平半 那我就看好AC多一點 怕不怕 現在縮回平半 半球也讓不起 讓半球我回來怕 讓半球也是 扔著一半來玩 因為 你說輸給主隊 波尼亞 我覺得難一點 是看能不能贏 還有 帕仙尼踢了一場 我覺得 又好一點了 跟羅賓露可能合作又好一點了 不過當然大家要小心 上一屆 兩次對著波尼亞 西班牙都贏不了 贏不了和球 但是當然 一屆玩一屆 但是 我自己 傑仔有信心 我們這次沒有什麼信心 因為這群球 現在的陣容太差了 尤其是 你說前線不能入球 或者質素 我覺得還可以的 不是 之前他們的領隊 阿里基尼 用了一個方法 扔過球給前面 這群努力 羅賓奴帕圖 你們幾個人自己搞定他 好了 不要緊 當時的後防線還能頂一下 但是後防線 現在沒有了太高斯華 耶比斯 搭著一個打了柴的邦利娜 完全是不行的 右閘還要用一個年輕人 迪斯基利奧 變成這群球的防線 我就擔心過防線 不過當然 還好他今天遇上的球 都是一半殘 你覺得入球勢會不會有機會 絕對不奇怪 兩隊的入球能力都這麼低 真的有機會 還有衣甲大家都清楚 入球有時都特別少 對 如果你看回這場球 我自己的心水 阿傑仔喜歡AC 讓平半 反而覺得OK 我就兩球兩球半 我反而喜歡入球勢 這場球 不過也是那句 如果是季初來講 尤其是耳甲 AC 米蘭那些 我真的覺得 盡量玩前面的球 都不要玩他 除非 或者你玩剛才重錘出擊 那場巴甲 起碼 閉上眼睛 可能有機會贏錢 AC不是不好 但是 我覺得還未到 那個磨合程度 尤其是 柏仙尼剛剛來 新球員多 譬如保鎮決機制 是來了 那怎麼辦 那是不是立即會出到 或者立即幫到球隊 一個很大的問號 好了 那今天 斬一下一個小時 贏波攻略 希望帶給大家 很多的分析 還有 當然要贏 希望幫到大家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記住 除了我們贏波攻略 這個節目之外 還有 集賽Dino 數據王 盤王傑 盤王傑 自己都會給提示 還有陳炳安 小鬼 張志德 和小弟 都會給一些提示 還有語音半章分析 多些介紹給朋友看節目 還有上網站看比分 看資料等等 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繼續有贏波攻略 今天時間差不多 拜拜